台中国家歌剧院二楼取墙投影 光之曲目TAP Project 今年夏天再度迎来全新作品 特别邀请四组新媒体艺术创作者 以Summer Funtime Playground为主题 柔和科技 影像与音乐 尽情挥洒创意 创造超越日常的视听游乐场 从去年开始 我们特别扩大了一个艺术参与 那么我们邀请国内的 优秀的新媒体艺术家 来公开投稿 来增见 那么我们以一个Summer Funtime 作为一个主题 一样我们还是来挑战 这19米高的一个曲墙 那么我们非常期待大家 在夏日严严的暑假 一起带着小朋友大人 一起来歌剧院来欣赏 这个光之曲目 作品当中 由以AI演算 刻凿出建筑内在生命 展现几何结构 有机生长的浮雕巨观 也有透过围观的角度 探索生命体 从生长到消失的过程 或是借由太阳灯光等光源 为空间构筑形体 引领观众进入夏日的梦境洞穴中 激发更多的感官体验 类人 那这件作品呢 它非常的有趣 它是以AI运算 那么来呈现各种有机生命 不同的几何的图像 那第二件作品叫做席 是不同材质的这一个光影的变化 那第三件作品呢 是叫做夏日围观游乐场 它是以不同的这一个 生命的这个繁衍的意象 来开展整个影像 那第四件作品 叫做夏日幻梦 它是以不同的夏天的光影变化 作为出发点 各剧院指出 光之曲目每一件作品 都是艺术与科技交融的呈现 至今已吸引了80万人次观赏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8号 欢迎民众到大剧院前厅 感受沉浸式投影的魅力 以上新闻由正前天台记者 黄新凯 林彦宇 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